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跳啊 一起玩了会儿 挺开心 是 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 又换上我跟于老师来了 我们再说一段 我一上来看见好多女观众的表情 我特别感慨 怎么呢 你们是真是爱于老师 人家喜欢相声 你看她脸上状态 我一眼就看透你们的心里话了 人家怎么想的呀 好多女孩想的是 嫁给于谦 给郭德纲生孩子 那咱们三个人就好好过吧 你们这是要累死我呀 玩笑说玩笑 我跟千儿哥好得不能再好了 关系是密切 为什么有时一上台 可爱心说会于老师呢 就是我们两个就这个 跟亲哥们是一样的 就那么好 好多人都说 你们是不是闹着玩 以前没这么好 错 我真是十六七就认识她 这真事 到北京之后 大哥一样 带着我们这儿去那儿去 泡温泉 动物园 就别提这个了 就这俩地儿没去过 这都真事 带着我们到五星酒店去演出 对那时候五星酒店还少 我十七八的时候列位 住店就是什么这个国营的旅馆 对招待所 旅社 住那个地儿 对 五星酒店听都没听过 没有 一晚上好几百上千 那都是要疯啊 那会儿印象中 这五星酒店就跟抢劫是一个行业 好好讲 你想啊 那会儿一个专业的演员 一般的演员 一个月标准工资三百块钱 对不对 哪一住一晚上那儿花八百 那不疯了吗 就是 不可想象 包括到了五星酒店 瞧哪儿都新鲜 没见过 我到现在我不怕您各位笑话 到洗手间 看见那小便池我都感慨 那有什么呢 千哥 你看那小便池 怎么 比你们家吃饭的晚上还白 嗨 没有那么比的 这个 没见过呀 是 哟 小便池里泡的是什么呀 什么泡什么了 粉色绿色红色的球 哦 千哥这是什么呀 我得告诉你们呀 千哥看看 嗯 这可能是谁 痕着那个糖掉了 什么呀 这 这不是狐解是吗 我真信呐 就这么 真信 哦 哦 尿得太开心了 啊对 一乐一张嘴 躺掉 哪是 方便完了 我出去了 哦 等了千哥 是 一会他从里边出来了 我呢 我吃了 别人没信 我信了 何人 人太好了 这实在 真的啊 嗯 中国现儿界对我最好的就是于谦 这不假 我给您举一个例子 您说 比如说 嗯 在一个房间里边 是 好几百个说相的都在 哦 就大聚会 我说了 嗯 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 好 手机没电了 所有的人都假装听不见 呦 只有于老师会站起来 啊 我给你去拿充电宝 这也不算事 就这么一个人会搭理我 小事 于老说完了站起身来 嗯 先把输液的针头先拔了 呦 我还输着液呢 输着液 你看看 拔了 嗯 把心脏起泊器摘了 这就不是小事了 这个 呼吸机 拿下来了 我能听见您这句话就不错了 嗯 把吓得未净拔出来 哎呦 把长净 好家伙 长净一拔出来 啊 还掉出一瓶啤酒来 好家伙 行 我打韩国跑来的 是吧 吕老师告诉我 嗯 你不要着急 啊 我回家 去给你拿充电宝 还得回家去去呀 打开门 吕老师冲出去了 我还真能动 外边刮风下雨 打雷打伞 这不怕 签一出门 这雷整劈披在脸上 我也是缺了得了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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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人就躺地上了 让雷给劈了吗呢 斩起来脸都黑了 劈糊了都 往家跑 又还跑呢 去拿充电宝 我这是躲雷呢 不是拿充电宝去了 跑着跑着 啊 地上有狗屎 这狗屎踩上了 呦 噓 又摔一个 整个人掉在沟里面 怎么还有沟啊 旁边有个沟 摔在沟里边 哦 沟里边都是立着的大铁钉子 您说那不是沟 这是陷阱 这是 扎得满身都是窟窿眼 哦 爬上来 那个雪出得像花洒一样 那么厉害呢 哦 往家跑去拿充电宝 应该拿肥皂去 前面有个十字路口 哦 过了一辆小卡车 小卡车不大 拉着三千五百万吨的煤 好家伙 这是小火车 这是 车头 奔着于老师的脸 撞上了吗 撞上了 撞得还真准 于老师躺在地上 车从身上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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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 于老师站起来了 我还能站起来呢 往家跑去拿充电包 我这身体得多结实啊 我这 到家门口 门锁着呢 呦 车又回来了 这孙子等着我呢 是怎么着 这 三千五百万吨煤 万吨了又敢 上那边上货去了 他是 这车奔于老师那脸就来了 啪 这过瘾劲呢 于老师躺下来 这车大声声过去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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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 哎 过去了 于老师又站起来了 拿这充电包 我改超人了 往回跑去送充电包 还跑呢 跑着跑着 低头找 找什么 找那狗屎 我找狗屎 没有 都让我踩完了 没有 没有 也往沟里跳 我疯了吧 我这事 扎的一身都是窟窿啊 我让汽车撞傻了 又上来了 还往回跑去送充电包 就这充电包闹的 到门口不进来 我呢 等雷啊 等雷啊 好嘛 咔嚓嚓 是 这雷劈在脸上了 是是 这才满意 过瘾了 心满意足 进门来拿充电包 德纲 给你 可拿回来了 我眼泪都下来了 你死不死啊 太让人感动了 是吗 真感动 怎么办呢 结果充电包 把这线率出来 插在我的充电包上 我 你缺德不缺德呀 不是手机没电了 那当然啊 手机有电 充电包还剩98% 好嘛 就这两格电 要了我盒钱了 你看看 这是假的 可不假的吗 这是告诉大家 余老师是个君子 你知道怎么又改君子了 就是这个人交朋友这个心 火热火热的 这心成 一身的热血 是 顺着每一个窟窿往外 还是扎的呀 这个 不是 血是热的 心也是热的 那是 正人君子 这个人这么多年来 是 连洗头房都没有去过 啊 好 知道了 你们去过对吗 这 不是你们这事信是不信 真这样 二十年前 洗头房是一个广大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什么时候 五美价廉啊 一个不大的小房间 是 里边点着一个粉颜色的灯 你瞧 做着一个化好妆的大姐姐 大姐姐 大姐姐跟我做 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 你把她这房子拆了 你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 是 人家不用这工具 余老师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咱都不知道那是干嘛的 从那走 她能走过去 你瞧瞧 飞着里边的大姐敲窗我喊她 还叫 噔 噔 噔 噢 玩会儿吧 噢 这谁玩谁呀这是 我说这怎么那么粗的声啊 能把余老师吓一跳 哦 你瞧瞧 多少钱 别问了 多少钱干嘛 我不是不进去吗 我 没去过 我认识的相声演员 只有两个人没有去过这种地方 还有谁呀 那个人是孙悦 噢 刚才的捧根的演员 胖子 他没去过这个地方 他也是正直 进不去 嗨 门太窄 是吗 太胖 哦 他让那大姐出来 大姐不出去 那是 大姐说我们这孩没有露天作业的 废话 什么词啊 你这是 为什么要这么形容 为什么 是因为余老师在我心中是个圣人 你瞧又过奖了 道德模范 没有捧了 重情重义 重情是应该 特别重情 是吗 六岁 就爱上了他的表妹 瞧我这叫重情吗 表妹叫绿茶 绿茶表是吗 这词我们懂 六岁 我喜欢你 表妹说这个不行 怎么不行 你是我表哥 我是你的表妹 我们怎么能在一起呢 小女孩懂 又何况我长大之后 是要嫁给王子的 怎么就非得嫁给王子呢 小女孩嘛 都有一个公主梦 公主梦 都希望嫁给王子 那不是必须啊 我以后一定要嫁给王子 怎么见得 我的意中人 他是一个王子 他的名字叫 独咕咕独咕的独子 您跟他说吧 那就是我 我要嫁给他 因为我觉得 我是应该嫁给王子的 你怎么见得 非得嫁 因为我拿筷子 拿得远 拿得远就代表 嫁王子吗 民间传说 吃饭拿筷子近 嫁得就近 拿得远 嫁得就远 老人有这讲 这个表妹 长大之后 越拿筷子越远 非得嫁王子 到后来两根筷子 接在一起 好好讲 长大之后果然 嫁给王子了 嫁给炸油条子了 嗨 是也叫炸油条 用这么长的筷子 这叫童言无忌 那倒也是 千哥要说起来 很让人佩服 怎么了 跟嫂子在结婚之前 只交过一个女朋友 这就很正常吗 这个女朋友叫彪子 我 我女朋友叫彪子呀 彪子是一个 叉车的车模 好嘛 我们俩可算 配上对了在这 长得挺好看 是啊 整容两块钱 行了 别提这个 没事脑子上 带好多花 女孩都喜欢带花 一圈一圈的花 两个人手拉手 走在街上 很多人都问于老师 问什么呢 给谁塑花圈呢 好 脸太大了 闲来没事 一个悠闲的下午 余老师和彪子 在喝甜水的地方 对面而坐 这是个水坝 每人拿着一杯 黑珍珠奶茶 以前新喝这个 黑珍珠啊 对 大粒的 里边有一个吸管 是 捧着 喊着这吸管 你看我我看你 就那么喜欢 嗨 我们这是喝呢 还是吹呢 吹着珍珠 吹着玩 瞧瞧 吹着吹着 标子枪着了 啊 喝 多吓人呢 这 这点黑珍珠 顺着鼻子眼全出来了 好家伙 屁啦趴啦 屁啦趴啦 哎呀 满桌子都是 这刀不糟糕 把签儿乐坏了 那是啊 哪有这点 我还剪着吃呢 行了 掉地也不要了 哎呀 别玩了 这多恶心呢 雕子看着很恶心 那是啊 夺门而出 人家跑了 签赶紧追他 得追啊 把门夺回来 啊 彪子抱着门跑的呀 嗯 我说夺门而出呢 这个 后来两个人分手了 得赶紧分吧 彪子是您 人生中的一个过客 赶紧过去吧 嗯 但过客也是客 该接也得接 好 我这接客呢 我这 到后来遇见了嫂夫人 哦 愿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是前生造定是 莫错过姻缘 好话 跟嫂子结婚之后 确实 让人很羡慕 我们有感情基础 郎才女貌 他谈不到 柴狼虎豹 谁啊 不是 没有这词 两个人好 好是好 到现在 签哥开车 带嫂子出去 嗯 无论到哪儿 一停车 哦 余老师都主动过来 开车门 这是绅士风度 您记住了 嗯 如果您在停车场 看到一个男人 主动拉车门 嗯 只有两种原因 哪两种原因呢 第一 这个车是新的 第二呢 这个娘们儿是新的 嗨 哦 反正得有一是新的 是吗 也说实话 嫂子对她照顾得 好得过分 这无微不至 你想啊 我们前两天 在杭州演出 啊 在剧场门外 她跟我走着走着 说哎呀 嗯 自咋跟你嫂子结婚了 我这些年 嗯 都不会花钱了 嗯 怎么叫不会花钱呢 所有应用织物 嗯 衣服血烂七八糟的 都是嫂子买 就不用我操心 太疼人了 嗯 正说着呢 嗯 马路边有一个老太太 嗯 摆摊卖东西 卖什么东西 卖毛线织的帽子 就是小买买 钱掏钱就买 我这干嘛非买这个 第一 帮助帮助老太太 哦 第二呢 嗯 练练花钱 哈哈 这也得练 买了三顶 不一样颜色的帽子 都有什么色啊 一个韭菜的 哦 一个菠菜的 我自己花钱买仨绿帽子 是吧 拿回家照着镜子戴 还是 一个一个的试 哦 嫂子在旁边看着她 真的是情侣裤衩 嘿 这还 你先等一会儿 你给我说清楚了啊 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啊 你别想 别编 孙岳跟我说的 嘿好嘛 就我一人不知道干嘛 我告诉孙岳的媳妇 怎么那么乱呢 这里 玩笑 说玩笑 啊 我对嫂子是很尊重的 是 中国人老话嘛 啊 老嫂比母 小叔子是儿 有这么句话 有时候我心里别扭 啊 不管是因为工作 还是外界 是 心里别扭 谁也劝不了我 哦 只有嫂夫人 她行 一定是可以把我说服的 哦 怎么那么别扭 这话说出来 真的很好 啊 嫂子有点什么事 也跟我说 啊 这互相的吗 打一电话 嗯 你有时间吗 来一趟 哎 好 好好好 好 那么痛快 那是多忙 把手里活放一放 是 洗澡换衣服赶紧去 干嘛去你这是 你看干干干干干的嘛 哦 哎 这是余老师的家 到家了 伸手拍门 来吧 啪啪啪 这是拍门的吗 这 啪啪啪 你不会按门铃啊 哎呀我傻了 这有个门铃 啪啪啪 嗨 什么缺德门铃啊这是 门开了 赶紧开了吧 嫂子站在门前 她来了 穿个超短裙 什么场合穿超短裙 在家 怕什么了 又何况 不是很短 哦到哪啊 到锁骨 锁骨 那不是超短裙 那叫甲领子 知道吗 这个超短裙上头 在锁骨这个上头 下边呢 在锁骨的下边 这还是那么短吗 这不是 在这儿 这还差不多 嫂子您好 哦 千儿哥呢 在吗 你来的正好 怎么样 刚走 刚走啊 那叫正好吗 进来吧 哦 进来了啊 那个你吃饭了吗 哦 还没呢 瞧 吃豆腐吧 什么呀 哪吃豆腐去 麻婆豆腐 哦 吃麻婆豆腐 嗯 我还给你准备凉菜了 什么菜 切了一盘金华火腿 哦这是韭菜 嫂子这是什么菜 不认识 你傻呀 什么菜 有一腿 哎 你们俩这事 非哥明面说吗 这个 你们避讳点不成 开一瓶啤酒 你吃着喝着 你瞧瞧 嫂子给你包饺子吃 哦 有句老话你听过没有 什么老话 好吃啊 啊 不如饺子 哦 好玩啊 怎么样 可不如包饺子 嘿嘿嘿 这 您这没有这么开玩笑的 吃饱了喝足了 嗯 嫂子说我问你点事吧 你说吧 这个 这个你们上学的时候 每天晚上睡觉前 鱼签都有什么活动啊 这是问什么意思 这一问问的可太远了啊 啊 他一说我想起来了 什么活动 我们是从小在一起上学 啊 老师告诉我们 说学逗唱最重要的是补气 啊 这个是要用气的吗 你不会用气的话 在台上你坚持不下来几个小时 是的 我们都是锻炼跑步 这样补气 唯独于老师是食补 啊 我靠吃 他家有钱 我吃 靠吃东西 补气 吃什么补气 他吃的是干炒黄豆 干炒黄豆 睡觉前要吃十斤干炒黄豆 哇 十斤十斤的吃啊 喝三盆凉水送下 是要不太干呢 我也不知您哪位是农业专家 啊 十斤黄豆三盆凉水 一般的牲口吃不了 废话 这跟农业专家有什么关系 他每天这样吃 啊 那会我们都住集体宿舍 哦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 让他一个人睡单间 我说我有身份 我们怕崩死 至于崩死 别人气补多了 一定会漏的 哦 补过了 这是上学的事 没想到结婚之后 这个爱好一直就延续了下来 啊 这重在坚持 嗯 唯一的变化就是 不拿盆喝水了 改什么了 用桶装水 哦 睡觉前十斤黄豆 一桶水 也喝三盆多 嗯 早上六点半准时漏气 怎么还准时呢 停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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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放出一板来 我这 嗯 一般放到早晨七点 半个小时啊 嫂子是七点半苏醒 这熏晕过去了这是 醒了先打磨打磨脸上的豆面 这哪有那么多豆面 你们都吃过北京小吃驴打滚吗 这不是 太恶心了 耳朵里还有一个整个黄豆 好家伙 这是开枪呢 这是没嚼碎的 行了 所以说嫂子问我 她天天这样放有办法治吗 我说这样话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保留节目了 别提这个 很难让她改得了 习惯了 你可以吓唬她 这吓唬什么呢 你就告诉她你只要这样放 早晚有一天会把肠子放出来 谁信呢 说完我走了 嫂子真听话 说了 跟她说你再放就把肠子放出来了 小孩都不会相信 谁都不信 何况于谦呢 对 你说你呢我排我的 还接着来 每天睡觉前一桶凉水十斤黄豆 早晨六点半开始放放了七点 媳妇七点半醒 老习惯了 这天呢 早上起了她媳妇给她做早餐 什么餐 北京的小吃炉煮 叫炉煮小肠 猪肠子做的 对 真缺德 你就这么放了 早晚你得把肠子放出来 自个儿还到了 我说你还不信 你一定会把肠子 这什么意思 我干嘛这么阴险 老说你不信 什么呀 今天熟了就是肠子 我把这个肠子给你放到床上 你放完一回头一看害怕了 以后就改了 至于吗 把肠子擦干净拿出来 七十多斤呢 七十多斤 这猪才多沉呢 进卧室 撩开被子 走 好家伙 我能让这肠子 给撞床底下去 嫂子又出来 包葱包蒜 看着表 六点半 听屋里边 听她 就开始 出了个 门就开了 于谦脸 煞白 下着 不许进来 把门关上 得有四十分钟 门又开了 于谦一身的轻松 是吗 开乐 哎呀 媳妇啊 你老瞎唬我说 能把肠子放出来 对 我还不信 是 今天真放出来了 是啊 不过你不要害怕 怎么 我把它都塞进去了 我去 后来呀 没有后来了 还连续剧呢 林郑 好吧 这回来成都 可开心了 是 这场馆 去年没来过 他们说能做 一万多人 哎 行 地儿小点 就小点 这还小呢 这个 今年的演出 分两种 一种就是 这个普通上演 普通 五六千人 对 一种就是这个 师徒父子 向上大典 哎 一万人往上 这个人多 对 这个有上海也演了 一万八的 北京也都演了 啊 挺好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这是大伙的支持和鼓励 哎 在中国向上界 比郭德纲强的 比德云社强的 有的是 是 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 是吗 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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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啊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就是向上界的小学生 哎 平能力吃饭 拿着当个手艺 对 您各位支持 养家糊口 向上是最简单的 艺术形式 也是最难的 艺术形式 这怎么说 你看看 就是一张嘴 时间地点 场合人物 矛盾冲突 都是我们说出来的 哦 我拿手艺指 这为冰箱 你一定要相信 这是个冰箱 这无实物吗 全靠一张嘴 说出来 怎么能说得好呢 雅俗共上 这四个字 我们倒经常说 雅要雅的那么俗 俗要俗的那么雅 中间是辩证的关系 无与你焉有荷花 有对 太雅了不行 太雅了不行吗 雅到极致不风流 哦 昆曲 你看雅得过昆曲吗 昆曲那是很雅呀 每一句唱词 好几个典故 清朝末年的时候 都得是赶考着橘子 念书的秀才 捧着康熙字典 抱着二十四史 听昆曲 这深度 太雅了 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 这没人看 你是听场戏弄得比重地还累 谁跟你费这劲呢 是 太雅了不行 太俗也不行 太俗怎么不行呢 余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 啊 谁看 成都的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吧 这个 什么都看 所以说 俗中有雅 雅中有俗 是 这是个辩证的东西 而且来说 这些年来 我特别感慨 郭德纲在相声 在舞台上只占百分之二十 呦 那那百分之八十呢 余老师和他的家人 嗨 就只说他们的是吗 很多在道德上有洁癖的人 没少指责我 他们说什么呢 啊 你为什么要老台上说于谦的爸爸 说于谦的媳妇 哎呀 说到这儿我真是很难过 怎么 你以为我在台上提嫂夫人 我就那么开心吗 你就那么开心 我都看出来了 相声除了才艺展示类的节目之外 嗯 学个评句 学个京句 学个唱歌跳舞 是 剩下的就是两个人讲一个故事 可不吗 讲故事就要有主人公 人物啊 第一种就是我的故事 哦 第二种就是他的故事 对 第三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故事 也就这样 不能提别人 哦 哎呀 有一个人他的老婆跟我很不错 你看就是那个观众 就是他 哦 还没懂说完了 答起来了 那是 我没下场 他拿菜刀过来了 那是 不能说观众 嗯 我也不能说别人 就是那个保安哥哥 你也不像花呀 那是 只能说我们自己 嗯 啊 我小子说 我七岁学评书 九岁学相声 我在桌子里边 站了十年 哦 哦 这捧根呢 我捧根出身 我站桌子里边十年 是 每天站外边这说我 哦 他们也说 外边走马灯一样混豆根的演员 是吗 谁站着谁说我 哦 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 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 嗯 节目就是这么设计的 对 谁拿这份钱 谁赢这个活 这就是角色嘛 这里谈不到什么道德伦理 啊 就跟您看京剧似的 有 京剧 这个老艺术家唱小生子 嗯 九十五岁高龄上了舞台 他扮演的也是个孙子 对 他没胡子 你不能因为他九十五了 把他那活改了 嗯 八岁的一个小票友上台带个胡子 他也是个爷爷 对 他演的是这个 这都是假的呀 对 对不对啊 嗯 你说你看电影 这管这叫爸爸 你知的是假的 嗯 啊 这跟这一男一女两人一被窝睡觉 你知的是假的 嗯 这一举枪 啪 那跟那哆嗦 你知的是假的 怎么到我这都是真的呢 你这个智力 为什么要买票 说的也对 听相声 图一个开心 高兴 你说你天天跟说相声呢 矫情矫真 那您这个生活实在是不幸福 啊 而且于老师 这是为了相声事业做贡献 哎呦 您瞧 为了相声艺术在台上 说你们家的事 你愿意吗 哦 你们都把我豁出去了是吧 不是 这个是可以 愿意 愿意啊 对了 再说一个 好家伙 把我摁词似的您说呀 谢谢吧 嗯 为什么容易被人说 被人指责 就是 演的太多了 是 你说一年有两场演出呢 就没人说 一辈子三段录音 想指责你下不去嘴 哦 你天天那么演 网上天天大伙随便拍 我也不拦着你们 随便录音 随便录像 天天闯着 晚上都这个 可不就有机会在人说吗 这个不对 那不对 你看看他那个拿鱼签 他爸爸开玩笑啊 我都听了一年了 他怎么老这样 他那MP3里就这一段 这玩意能听一年吗 他来回听这段 他不指责我们是吧 啊 其实还是得谢谢观众 对我们的宽容 是 真的啊 这个只有商演是最难做的了 你说你评个一级演员 拿个向上大奖赛一等奖 都是可以人为控制和左右的 这都 唯独这种场合很难 真的 对啊 真的 我 当然了 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 评个二级演员单位里边 给你也行 给他也行 给那个也行 他可以人为控制 大奖赛 二等奖三等奖 不就这几日一说吗 给谁试试 所以说可以控制 你想这个 你再怎么控制 你们家有一万多年 亲戚朋友们 是不是 他安排不了 没错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时父母 这是真的 包括今天来的演员呢 这个为什么叫石头父子呢 郭麒麟是我儿子 云鹏是我头弟 对 今天呢 能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我很厉害 跟哪儿子站 对 明镜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